進去外傳球南韓太極虎前鋒曹歸城 逮到機會頭錘破網可還沒結束 短短168秒不到3分鐘後 曹歸城再度以這季頭錘進球 穿越加納門將阿提積極防守 曹歸城在氏族單場沒開二度 也成為南韓隊史上的第一人 更成為亞洲第一位 單場兩度用頭錘進球的選手 曹歸城原本就是南韓足團看好的新生代前鋒 以17個進球成為上季K聯賽的金靴獎得主 現在越來越多人在問南韓九號球衣是誰 也讓曹歸城在對加納開賽一小時後 IG粉絲暴漲一倍 現在追蹤數已經超過130萬人 其實曹歸城才在四個月前從南韓軍隊退伍 這次首度征戰世界盃就寫下國家隊紀錄 可惜南韓最後還是以2比3輸給加納 我沒有關係 你不是猩子嗎 大米國選手們加油 盯著逼近零度韓風還冒雨 在首爾光畫門前看球的三千名南韓球迷 只能期待他們的太極虎 能在小組最後一戰擊敗葡萄牙 晉級淘汰賽 TVBS新聞 中部長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